即CBA联赛与东京奥运会之后 IT之家引用消息之 快手目前正在与NBA 就结为战略合作关系进行沟通 双方计划从内容及品牌商业化等方面 全面合作 在内容层面 快手将持有NBA内容二创权益 及过往比赛版权 而在品牌商业化方面 快手计划与NBA深度联合 从流量商业化 广告及直播电商等方面探索多种合作模式 双方预计将在今年较后时间公布进展 今年3月 中兰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 与快手体育共同宣布 快手成为国内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联赛的 官方直播平台和官方短视频平台 此外 快手官方于5月宣布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签署授权合作协议 平台已获得2020东京奥运会 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视频点播 及短视频权利 正式成为2020东京奥运会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 持权转播机构 这意味着快手已成为全球首家 获得奥运会转播版权的短视频 直播平台 快手与NBA若能够成为战略合作 此一定是好消息 全球NBA球迷这么多 希望快手能借NBA红服 转个好运 众所周知快手于2月16日上市 上市后仅6个交易日 股价被拉升至417.8元的高位 总市值一度达到1.7万亿港元 不过在半年时间内 快手市值蒸发超过1.4万亿元 该公司较早时公布计计 遭大行纷纷下调目标价 其中摩根士丹利 更将其目标价腰斩 由120元消至止值60元 投资评级维持减持 大摩认为面对广告收入增长放缓 加上市场占有率遭竞争对手抖音蚕食 即使快手股价已从高位累跌70% 为仍见股价进一步下跌的可能